好 來,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畫的是這一塊 好,一樣下個線的指令 平面中正一點一點 其實這個方向是錯的 按一下F5 切換一下 這一段是26 16,抱歉 16 然後呢,往上的話是6 這邊呢,是8 這一塊是4 這一塊也是8 接起來 對不對 再來呢,換這個 過不去 按F5 切換一下 這一塊是26,減掉6 20喔 然後呢,這邊是6 接起來 對不對 然後呢,這邊這一塊呢,是 20 然後再接起來 好 接下來,我要做 這一塊 一樣下個線的指令 從這裡過來 雖然這樣子可以,但是它不是對的 好,很刻意的切換一下 24減掉16嘛 8 然後呢,往上是20 這邊是16 接起來 好,再來呢,換另外這個面 這邊 F5切換一下 這邊是6 這邊是20 接起來 好,換這裡 F5 切換一下 16 接起來 好,再來呢,往上 上不去 F5 切換一下 最左邊的32 減掉最右邊的20 12嘛 對不對 然後呢,再很刻意的切換一下 然後這邊是16 8 16 接起來 好,接下來換這兩條斜線 這兩條斜線沒有哪一個平面 你就直接把它 連起來就好 直接利用物件鎖點 連起來就可以了 OK 好,這個題目就可以做好 好 其他的圖形就自行 有興趣的話就回去做一下囉 我們就不做了 好,為什麼不做 它是真正的立體圖嗎 它並不是真正的立體圖喔 它只是從這個地方看起來像是一個立體圖的樣子 但是它是個假的 它沒有辦法去看其他的面向 我如果想要看其他的面向沒有辦法 譬如說我想要從 背面看過來 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有畫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是以前軟體硬體還沒有很發達的時候 我們會是這樣子做 可是呢,現在軟硬體很發達 其實做一個真正的3D 不見得比這樣子畫來的慢 好,我們會傾向做真正的3D 因為呢,做真正的3D呢 你有比較多的用途 譬如說我可以看到 所有的面向 再來呢,我可以給它密度 我可以算體積 我可以算重量 好,我可以算體積之外 給它密度 我可以算重量 我還可以對它去做著色 我還可以讓它去跟別的零件做組裝 好,有更多的好處 好,所以呢 這個只是讓同學瞭解一下 這個視圖的方向 瞭解一下 尺寸的判讀 好,那其他的我們就用3D的方式來做了 好,那我們這邊就做到這邊囉 好,等一下請你幫我把 剛才的這些 把這個 把這個 游標給切換回來 幫我按一下右鍵 設定 改回到 矩形縮墊 然後呢 我們把 證交關了 我們打開我們的 脊座標 OK 這樣子基本上就還原了 好 好 好